酒菜是一种家中常见的食材 而酒菜特殊的味道也是它的特点之一 其实呢说到这个酒菜味啊 有一部分它就感觉不适应 看似普通的酒菜 在我们的饮食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其实我们今天呢讲到这个酒菜 这酒菜还有其他的名字 比方说刚才莫凡提到的 除了一些常见的做法外 酒菜还有哪些不同的制作方式呢 这酒菜吧也没什么其他的做法 是不是 我觉得要不就是像您说的 跟炒虾仁 炒个鸡蛋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一起来探索具有特殊味道的酒菜 揭开它不为人知的营养秘密吧 健康饮食服从口肉 吃出营养吃出健康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今天给我们分享营养菜的 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 国家高级营养师阮老师 阮老师您好 铁峰老师您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软音频 国家高级公共营养师 中医健康管理师 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 观众朋友 如果您还在为每天吃什么而烦恼 您可以立即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 添加我们的微信 在电子菜单中找到答案 这里面更为不同人群 专门整理了适合您的食物 如果您也想吃出健康 那么就请跟着我们一起 每天学做一道营养菜 如果您也有其他方面的健康问题 欢迎您随时提问 我和阮老师将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阮老师 铁峰老师 莫凡 看看我给你们带好吃的来了 这昨天啊 我儿子他要吃饺子 我拿碗块 所以我就多包了点啊 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快来 莫凡 拿筷子拿碗 怎么样 节目开始了 有饺子吃 照理来说吧 我是一个非常挑剔的人 这个没有蘸料啊 一般我都不吃 没有饺子醋啥的 你还挺事呗 赶紧给铁峰老师 我老师送给吃 一个够吧 够了 守着两个老太太是合适 天天又好吃的 天天又好吃的 来来来 好 谢谢 尝尝尝 我不客气了啊 别客气 尝尝味道如何呀 不错呀 韭菜鸡蛋 虾仁馅 对 三鲜馅 三鲜馅 以前哪都逢年过节 才能吃饺子 现在生活水平多好啊 想吃饺子自己就包 这要懒一点 像莫凡 像我这样的 直接就买速冻子了 这饺子要我说 还得三鲜馅 别的没法比 而且就像铁峰老师您说 就外面卖那个速冻饺子 真是不好吃 尤其那个 就我说三鲜馅 速冻饺子 那味儿就不对 那当然了 哪有我包的好吃啊 我们家我儿子 就爱吃三鲜馅 所以我就经常给他包 都是三鲜馅 但是吧 很多人也不爱吃这三鲜馅 我有个朋友啊 就那个韭菜味儿 压根儿不能碰 对 他说是不能吃韭菜 对 其实呢 说到这个韭菜味儿啊 有一部分人 他就感觉不适应 对 那就是因为韭菜里 有一定的流化物 你看看 这流化物就是 韭菜这个味儿的来源 说实话啊 我都不太爱吃韭菜 我也不喜欢那个味道 那这就我了 那你吃你吃啊 包括那个我老伴儿啊 但是我是因为之前 两位老师说过 尤其是到了春夏季节 不是要养羊吗 然后呢 还在直播里说了 老师 阮老师说 韭菜是最好的养羊 猪羊的这个食物 这我才包了韭菜馅儿饺子啊 不知道刚才大家 有没有注意到啊 他阿姨说话当中 说了一句 春夏要干什么来着 春夏养羊 哟 心里还不错 那莫凡我问问你 为什么这春夏 它要养羊啊 因为 不知道啊 我以为你就说了呢 你就说了 其实呢 韭菜这个食物啊 虽然说一年四季 我们都能买得到 但是一年当中 只有春夏的韭菜 是最最可口的 味道也是最最浓的 这效果当然也是最好的 对 季节 季节 关键在季节点 这是阮老师讲的核心 而且这春天呢 它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呢 就是春天 随着气温的回升 我们身体里的阳气 它也在逐渐的苏醒 第二个呢 就是春天的病菌呢 它也多 它也苏醒了 尤其是这呼吸系统 特别容易出问题 而今天我们说的这个韭菜 恰好 它能帮助我们改善 这些问题 韭菜啊 性味温和 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身体 生发氧气 能温中行气 温养助养 而且 韭菜在蔬菜里 这辈分很大呀 这个你得说一说 不然 历史很悠久 它不信呢 辈分很大 为什么呢 西州时期 韭菜就已经在普遍的人工种植 史书上有积攒 说这个西州的时候 正月又有酒 就是说田里已经有韭菜种了 就是说那个年代啊 正月的时分 韭菜就种在一块 为好的小地当中 长势还不错 我就一下想起什么呢 我小时候我老爷 当年我老爷在的时候 我可能也就这么大 这么高 我老爷自己在门前的自留地上 就河岸边 开出一小块地 那地能有多大 两张桌面这么大 不大 不大 种的就是韭菜 然后呢 上面盖满了那种荆棘的荆棚 一是怕 这个鸡上去霍霍田 另外怕别人偷的这些 在那个年代 你想想 七十年代中期 自己能种点小韭菜吃 他自己吃 很不容易的 我那时候小孩 不知道那是什么呀 现在一想 咽口水 咽口水 这不光是我说的民俗这些事 我自己这点回忆 诗经 对吧 那是大雅之书 对吧 那里边就提到了关于韭菜 说韭菜什么呢 是祭祀大典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祭品 原文这么写的 四之日起早 献糕祭酒 这糕就是羊糕羊肉啊 把韭菜跟羊肉是相提并论的 你说这韭菜多重要 我记得之前我们领的那个 第一本的那个 营养菜手机里边 就提到这个韭菜了 而且还说这个韭菜叫 洗肠草 对吧 好像是要这名 对 等会儿等会儿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莫凡 送第一本手机 怎么 我没有呢 这么好的事 您别激动 那时候您还没来参加节目呢 对不对 没得这手机很正常 我觉得是不是 加入队伍比较晚 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 那我也要 那你把你那本给我得了 莫凡 我也就一本啊 我给你 这么吧 阮老师您看这事 怎么办 铁鹏老师 其实胖阿姨这个情况呢 也有很多观众朋友 向我们反映 就是咱们第一次 送手机的时候 一下子就被很多朋友抢光了 对 也有不少的人 真的是没有拿到 对 或者是因为这个 或者是那个原因 被赶上 现在很多的朋友 一直在网络直播间 就在问我了 借着这个机会 要不我们就再给大家 补发一些 好不好 那这些关键的问题 都是阮老师 您拿主意 对不对 我是没意见的 其实我们今天呢 讲到这个韭菜 这韭菜还有其他的名字 比方说 刚才莫凡提到的 洗肠草 因为韭菜的纤维挺长的 能够促进肠味道的蠕动 一般来说 每100克韭菜里边 含有1.5克的纤维素 要比这个大葱 跟这个芹菜都要高很多 不光是这样 它里边所含的膳食纤维 还能把消化道当中的杂质 包裹起来 排出来 所以呢 大家呢 又把韭菜 叫为洗肠草 这里我说一个故事 我一个好朋友 那天紧急的打电话告诉我 说他孙女 在幼儿园里 把一个别手绢的别针 给吃下去 手绢在手上 这个奶奶就问了 那别手绢的别针呢 那给小朋友了 你还是放在枕头底下 还是在床上了 找不到了 他说那个别针 我放在嘴里 放在嘴里以后呢 就没有了 小朋友说不清 然后我说你赶紧送医院 一查在胃里 那必针一坐在胃里 很清晰的 他说这可怎么办 他就跟我说 我说如果说 那别针是别在里头的 你就赶紧给他弄点韭菜 别炒熟了 稍微生一点 切得长一点 就今天的晚饭 就吃韭菜吧 大口大口吃 我说孩子要是不爱吃 你再拍一个鸡蛋在里头 韭菜炒鸡蛋 结果就吃了 吃了以后啊 我说你注意啊 他大便的时候 拿个棍去发了 他告诉我 真出来了 这就是洗肠草 太神奇了 叶轩老师说的这个 真的 太神奇了 他这招吧 第一呢 他大量的吞食之后 他把这个别人包在里面 还保护肠道呢 是啊 而且我跟大家再说一点 这个韭菜还有个名字 叫起羊草 起羊草 为啥呢 他能温慎助养 能健脾 能益慎 能行气离血 民间说 男不可三日无酒 女不可三日无偶 就是这意思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 尤其是男性啊 一定要适时的吃一些韭菜 而且呢 我们还把关于韭菜的很多做法 都收录在第一本营养菜手机里了 大家积极参与领取 这本手机啊 不花您一分钱包邮到您家 只要您填写个人信息 就能够拿到这本手机 听解放老师这么一说吧 有点害怕 我最近就是有点 有时候感觉腰疼 是不是吃酒的吃少了 行啊 有那么点 不管怎么样 莫凡好歹才能直到想一想 思考一下了 你这么不爱吃韭菜的人 确实应该在这个季节 多吃点韭菜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 是阮老师应该来处理的 阮老师你看这么办啊 您是专家嘛 要不今天您就给莫凡 用韭菜再做一道菜 给他补一补 那一盘饺子我觉得不够 这盘饺子不够是吧 那今天要不真的就用韭菜 给莫凡再做一道营养菜 对 我跟你说 那饺子待会儿再给我留着 三鲜馅的 我也爱吃 好 准备好了吗 我已经准备好了 好 大家好 我是可欣 今天呢 这道虾仁炒韭菜 依然呢是由我来为大家演示 首先 我们准备了新鲜的韭菜 还有虾仁 蛋清 淀粉 少量的白酒和香油 我们呢 先来处理一下这个韭菜 切成寸段 在装韭菜的时候啊 大家要注意 要先装叶 后装根 这样呢 我们在下锅炒制的时候啊 因为根在上面 我们是先下根炒的 否则呢 根不易熟 这个韭菜就切好了 虾仁啊 我们从中间片开 一分为二 同时呢 去除虾馅 我们将切好的虾仁呢 放到装有蛋清的碗里 抓拌均匀 然后加入少许的盐 加入一点白酒 这是去腥的啊 一点点就够了 然后加入少量的干淀粉 这个淀粉呢 可以锁住虾肉当中的水分 这样呢 吃起来这个虾肉啊 会更加的滑嫩 好 最后呢 淋一点香油 拌匀就可以了 那么虾仁和韭菜都处理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火上火炒作了 锅烧热以后 我们加入色拉油 油热了呢 我们下入虾仁进行炒制 大家看虾仁啊 已经变色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下入 韭菜根部 进行炒制 待这个韭菜 根部稍微变色了 我们可以下入 韭菜的叶子 再次进行翻炒 好 同时呢 我们进行调味 加入盐 加入鸡精 好 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勺了 这道虾仁炒韭菜 就为您做好了 好消息 观众最想要的 铁锋老师和阮老师 共同撰写的 四高真仰吃 这样的快手机 正在筹备补印事宜 人人都说 食用四高人群的饮食宝典 告诉您 平时吃什么菜 可以辅助调节血压 血脂 血糖 尿酸 手机内每道菜 均由两位老师演示 配有详细步骤 及图片展示 如果您想知道 四高人群 怎么吃 吃什么营养菜 赶快扫描节目二维码 提前进群 预约站位 一旦手机补印出来 我们将优先给提前预约的观众 免费包邮送给您 印刷费及游戏费用 均由栏目组承担 保证免费回报所有观众 韭菜最常见的做法 韭菜最常见的做法 关注我们的电子 让您吃出营养 吃出健康 其实我觉得 这刚才那韭菜炒虾仁 请常见一菜 这好流话 这韭菜吧 也没什么其他的做法 是不是 我觉得要不就是像您说的 跟炒虾仁 那么炒个鸡蛋 可是刚才任老师 他说那个韭菜炒虾仁不一样 他怎么还加白酒 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 这这我就不知道 发现了题核心 莫凡就是觉得 你给他炒的这道菜呀 太普通了 太家常 对 太过家常了 他一已经发现了 在炒虾仁的时候 加那么一点点的白酒 能够更好地去除虾仁的腥味 这是很关键的一点 那么加姜的一方面 就是为了调味 还有一方面 这个姜 它也有很好的助羊的效果 而且呢 这韭菜炒虾仁呢 对我们的肝 还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因为它里边含有大量的天然的挥发油 具有独特的香气 能够输调肝气 也能够增强食欲 而且还能加快我们身体的消化和吸收 我们观众朋友啊 如果大家经常吃点韭菜 还能预防多种消化类疾病 以及肝类疾病的发生 对 其实韭菜最好的做法 我觉得啊 就是跟虾仁一块丑 这是最好吃的 还能补肾温阳 这是韭菜炒虾仁 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韭菜刚才我说了 性质温和 它能补肾温阳 而虾仁呢 也是一种能补肾温阳的食材 你把它俩放一块 补肾的功效不就更突出了吗 而且阮老师提到 韭菜里有挥发油 还有硫的化合物 它都具有降低血糖的作用 虾是性温胃肝咸的东西 归肾归脾 平时我们吃韭菜炒虾仁 温肾助阳活血 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 50家 50岁以上的人 平常吃一些 没错 其实这韭菜啊 不光是炒鸡蛋 炒虾仁 在我们江苏一带 您知道它还能炒什么吗 那谁知道你们那儿还有什么 您说说 螺丝 螺丝肉 螺丝肉把它都挑出来 韭菜 炒螺丝 韭菜炒螺丝 其实这个韭菜的吃法很多 你呀 扫码以后去看看 我见识找了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昨天呢 在咱们直播间呢 就有人问我了 他说 他的那个情况 适不适合吃韭菜呢 我说你呀 问我 问对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春天到了 很多的朋友啊 他皮肤会出现一些问题 对 这位问我问题的朋友 他出现了蕁麻疹了 哎 正好这韭菜啊 有一种方法 可以针对这个蕁麻疹 哦 蕁麻疹吃韭菜 一般来讲都认为 韭菜是发物 起疹的养上 他不能吃这东西 对 阮老师您快说吧 别卖关子 对呀 你想知道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应该有很多 没有领取过的人 那么因为我们 第一次发放的时候 这个很快就被抢光了嘛 所以说平时在直播间 在微信里 有很多观众朋友都说 希望我们能够再发一次 这一次我们就决定 追加发放一定量的 第一本营养菜手机 而且还有一个精细福利 只要您集齐我们所有的手机 就会有超级大力 等着您 嗯 铁方老师 您看我们俩讲了 这么多韭菜的好处 对 但是我觉得吧 关于这道菜的一些禁忌 咱们也要跟大家说一下 也是 韭菜对人体 虽然有很多好处 但也不是多多益善 对 本草纲目里 说韭菜多食 则神魂莫暗 酒后游击 嗯 现在医学 也认为 说这个韭菜 羊抗啊 热性病的人 不能吃太多 嗯 而且韭菜呢 真的一次不能吃太多 否则呀 大量的粗纤维 刺激您的肠臂 那就会引起腹泻 最好呢 我们控制在一顿吃韭菜 100到200克左右 最多不要超过400克 再有呢 就是那特别好吃的虾仁 虾里头含有比较丰富的蛋白质 钙等等一些营养物质 如果说我们把它们跟含有柔酸的水果 比方说葡萄啊 石榴啊 什么山楂柿子等等水果 你搁在一起吃 不仅会降低蛋白质的营养价值 而且水果里的柔酸和钙离子结合会形成不容性的结合物 这下就刺激我们的肠胃 引起身体的不适了 就特别容易出现什么 呕吐啊 头晕啊 恶心啊 肚子疼啊 等等一些情况 所以呢 在这告诉大家 所有的海鲜 跟我刚才说的这些水果 要吃的话 至少间隔两个小时以上再吃 我这呢 还有一位温友啊 在问 韭菜和韭黄 有什么区别 那你说我炒这道菜 夏日炒韭菜 我不用韭菜 那我用韭黄 对啊 这行不行啊 首先呢 我们要分清韭菜和韭黄 韭菜 刚才铁峰老师说了 是在阳光下生长的 它充分的吸收阳光的滋润 所以呢 它里边含有的叶绿素比较丰富 叶子呢 也是比较绿的 而这个韭黄呢 是雾在泥土里 是在不见阳光的黑暗当中生长的 它没有叶绿素的产生 所以它就显示出黄颜色 而且啊 这韭菜 它属于阳性的食物 是 吃多了上火 所以我让大伙最多吃400克呢 对对 搂着点啊 特别是这个体内本身有热的人更得少吃 韭黄在这方面就没有这么多筋肌了 嗯 没错 这个最后一点呢 就是我要说 食用价值不同 韭菜里的膳食纤维 刚才提到含量比较多 可以补肝养肾 韭菜具有助阳的作用 而韭黄呢 能够治理便秘 长期食用 有助于缓解肠道的问题 所以这道菜 可以用韭黄代替韭菜 但是也是要因人而异 我们不能千篇一律 如果说 您自己也不知道自己 适不适合吃韭菜 您也可以扫码来问问我 让我们看一下 下一位威友提出了哪些问题 这个威友叫任坚 他说 家里从来不缺鸡蛋 有时候鸡蛋促销 就会买很多 但是新鸡蛋和旧鸡蛋 都放在一起了 有时候打鸡蛋 好的坏的打一起的 所以分不开 全浪费了 有什么办法能够分辨 这鸡蛋是不是变质了呢 这鸡蛋放了很久了 不知道它是不是一个臭蛋 是不是一个坏蛋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很简单 把这个蛋放到水里 能够漂浮在水面上的 那就是坏蛋 沉下去的就是新鲜的好蛋 这里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放久的鸡蛋它会腐败 腐败就会让蛋的内部 产生一些气体 那么这个时候蛋的浮力 就越来越强 所以这坏蛋 它就会从水中飘起来 观众朋友 今天阮老师给观众朋友 做的这道韭菜炒下仁 如果您也有属于 自己的一道营养菜 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通过照片或者视频的方式 发送给我们 一旦被我们选中 将有机会参与到 我们节目的录制当中 同时更有超多现金红包 等着您 时间有限 今天节目到这儿 跟大家说